我一时心软,陪着失恋的男闺蜜旅游散心,把还在住院中的丈夫抛弃在了医院,当我半个月后从云南返回的时候,被丈夫接二连三的抱负彻底震惊了,我叫徐静,今年28岁,从大学毕业开始,就在一家教育机构教孩子们跳舞,算一算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了。 一年前,我嫁给了我的老公张俊叶,同学们都说我结婚有点太早了,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。虽然我身边的仰慕者并不少,但是跟张俊叶比起来,都差了一些。张俊叶不但人长得帅气,还自己开了一家公司,虽然说比我大了好几岁,但是他非常会照顾人。 在一起的时候,他总是会想着法地逗我开心,我的一些小脾气,他也总是能毫无保留地容忍。 所以我觉得张俊叶是一个难得的老公人选,所以在他追了我一年多之后,我终于答应了他的表白。 我们婚后的生活和热恋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变化,但是有一个问题却越来越频繁地被张俊叶提及。 亲爱的,现在你已经是我的妻子了,所以我希望你能和之前的那些男性朋友保持一些距离,毕竟我是会吃醋的。 张俊叶虽然说的是那些男性朋友,但是我心里清楚,他主要针对的是陈子涛。 我和陈子涛是在师范学院时候的同学,现在又恰好在一家教育机构上班。 其实在恋爱的时候,我就和张俊叶说过,我和陈子涛是纯洁的朋友关系, 只是兴趣相投,经常在一起玩而已。 当时张俊叶口口声声地说不干涉我的交友自由,但是现在结婚后他又跟变了个人一样,时不时地提起这件事来。 一天下班,陈子涛拉住了刚要出门的我,非要跟我聊他和女友之间吵架的事。 但是清官难断家务事,我又不好直接拒绝他,只好一边听着一边安慰他。 终于听他说完了,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表示同情,然后就赶快出了门,因为张俊叶还在外面等我。 刚才送你出来,跟你一直聊天的那个男人是谁? 张俊叶又明知顾问地问我,他又不是不认识陈子涛,但他总是这样暗示我,我真的烦死了。 你烦不烦啊,每次都这样问,好像我有多少个男闺蜜似的。 本来上了一下午的课,累得我骨头都快散了,还要听张俊叶的唠叨,我忍不住发火了。 听到我的语气不对,张俊叶连忙跟我道歉,亲爱的对不起,我就是没看清楚,担心有人骚扰你。 我看你上班这么累,要不咱们别干了。 回家我养着你多好,每个月两万零花钱节日红包另算好不好。 张俊叶趁机又开始劝我辞职,但我可不想当一个家庭主妇,不想成为一只每个月只能摇尾起怜的宠物。 我说过,我喜欢这份工作,我也不想放弃学了这么多年的舞蹈,能不能别再提让我辞职的事了。 张俊叶支去地闭上了嘴,我也就没有再继续跟他抱怨了。 他也就是爱唠叨这一点不好,估计是年纪大了,其他方面还都挺不错的。 我这样安慰着自己,很快就把刚刚的不开心忘记了。 嫂子你赶紧来一趟,张哥中午的时候忽然胃疼,后来都吐血了。 我们把他送到医院了,你快点过来。 那天我正在上班,忽然接到了张俊叶助理的电话。 张俊叶是个工作狂,经常忙起来就忘记吃饭。 我曾经好多次地嘱咐过他,但他都是随口答应,然后没个改变。 可别出什么大事啊,我担心极了,连忙赶到了医院。 他的主治医生听说我是家属,就跟我交代了病情,说目前通过胃镜检查的结果看并不太乐观。 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检查才能确诊,不排除有胃癌的可能性,让我有个心理准备。 告别了医生,走进病房,我看到了正在病床上昏睡的张俊叶。 他的脸色煞白,也没有了每次一见到我就会露出的微笑,我心疼极了。 我跟公司打了电话请假,打算在医院好好陪陪张俊叶。 检查结果终于出来了,还好不是癌症,我也松了一口气。 但是医生说胃里的情况并不好,还是需要住院,继续用药来观察一段时间。 亲爱的,你就好好休息一下吧,就当是给自己放个假。 你最近太累了,放心吧,我会在这一直照顾你的。 听了我的话,张俊叶很感动,拉着我的手,不断地说着甜蜜的话。 但是我没想到,自己的承诺会这么快就被打破了。 那天我正在给张俊叶熬粥,打算一会给他送到医院去,忽然接到了陈子涛的电话。 电话刚接通,我就听到了陈子涛哭喊的声音,静静,我不想活了,我想死。 我吓坏了,连忙问他出了什么事。 听了半天我才搞明白,原来是他的女朋友跟他分手了,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。 陈子涛希望我现在能过去陪陪他,但是我看着锅里的粥,想着还躺在医院里的张俊叶,还是拒绝了。 实在不好意思啊,子涛,我老公还在医院里需要我照顾,我真的走不开。 哎呀,我不是不跟你好了? 现在情况真的特殊吗? 别别别你,赶紧从楼顶下来,我现在就过去。 想不到陈子涛竟然用跳楼来威胁我,我顿时没了主意,连忙给张俊叶的助理打了个电话,让他去医院替我陪护一会,然后就赶到了陈子涛的家。 但当我看向楼顶的时候,并没有发现陈子涛的影子,给他打电话告诉我已经下楼进屋了。 我顿时一个大无语,本打算转头就走,但是怕他万一再想不开,还是决定上楼去看看他。 一进屋我就看到了屋子中央大大的行李箱,你这是要干什么? 我不解地问,你陪我去旅游散心吧,你必须答应我,要不我可不一定做出什么事来。 听了他的话,我是又生气又心疼,你这又是何苦呢?不就是分手了吗?多大点事之余吗? 我本打算拒绝。 但是看着陈子涛红肿的双眼,又有点犹豫了。 这时,张俊叶助理又发来了消息,嫂子,我已经到了医院了,你放心吧。 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倒霉,摊上你这么个闺蜜,走吧。 我没好气地骂着陈子涛,最终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。 没想到陈子涛竟然把飞机票都提前买好了,他这是吃定了,我肯定会心软,陪他去散心了。 你也不用带行李了,我这都准备好了,缺啥我到那边再给你买。 陈子涛拉着我就直奔机场,临登机前,张俊叶的电话忽然打了过来。 我有些纠结,不知道该如何跟他解释,但还是接通了电话。 老婆,你去哪了? 为什么是助理在这陪我呀? 你什么时候过来? 我犹豫了一下,然后说道,对不起老公,子涛和他女朋友分手了,刚才还要跳楼。 我去陪他散散心,很快就回来。 他心情不好你就去陪他,可我现在是身体都不好了呀。 你就不能回来陪我吗? 你别生气了,大夫说你需要静养。 有助理在我也放心,我这马上登机了,等我回来跟你解释。 说完我连忙挂断了电话,隐约听着手机里传来张俊叶愤怒的声音。 他现在正在气头上,我觉得等过了几天,他稍微消消气,我再去撒撒娇,事情就过去了。 回过头看着陈子涛开心的笑容,我却有些提不起兴致,希望自己的选择没错吧。 我们这次的目的地是云南大理。 半个月的时间,我俩把大理古城的各个角落都转变了, 而海边更是留下了我们深深的足迹。 这里可真是个好地方啊。 我看着远方的苍山,对着陈子涛感慨道, 静静,你家那个张俊叶这么长时间一个电话都没给你打,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? 马上就要回家了,被我埋在心灵深处的疑问还是被陈子涛提了出来。 如果真出了问题,助理就该给我打电话了。 我现在正担心回去如何解释呢,都是因为你。 我有些生气地捶了陈子涛一拳,他只是善善地笑了一下。 我并没有告诉张俊叶自己具体地返回时间,我想要提前回家准备一下, 然后利用主场优势好好地哄一下张俊叶。 但是,当我刚刚走出机场的时候,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 机场的门外此时站了一大群人,举着好几个大大的照片和横幅。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哪个明星来了,他的粉丝来机场接站。 但是定睛一看却吓了一跳,那些照片上竟然是我和陈子涛的照片。 而横幅上写着,爵士好闺蜜徐静抛弃住院老公和男人携手出游半个月, 剩是真男人陈子涛,分手闹跳楼,胁迫别人陪散心针我等楷模。 我马上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,周围的人看到了我,也开始对着我指指点点。 我逃一般地跑出了机场,可是我不知道,这只是报复的开始。 我到家打开门的时候,屋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,连床都不见了。 这东西都拿去了,就算是家里遭了贼,也不至于把床都搬走吧。 我顿时有了不好的猜想,我连忙给张俊叶打电话。 我以为他不一定会接,因为从机场的事情来看,他现在仍在生我的气。 但没想到刚刚响了一声,电话就接通了,还没等我说话。 张俊叶平静的声音就传了过来,你是不是到家了? 看着屋里的布置,开心吗? 我让工人把你的东西都送到了你爸妈家那个房子已经不属于你了。 还有,离婚协议书就在门口的架子上,你找时间签了吧。 没等我说话,他就挂断了电话。 手机里不断地传出嘟嘟嘟的声音,但是我还把它放在耳边没有放下。 我没想到这半个月的时间,自己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走之前我还是一个婚姻幸福的妻子,但回来后就要变成离异妇女了。 我知道张俊叶公司律师的厉害,而且他们手里还有我和陈子涛亲密游玩的照片。 虽然我们并没有实质性的行为,但法官也会有所考虑。 我拿起了协议书,上面的条款还算公平。 张俊叶给我留下的财产足够我独自生活的,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果。 我只是一时心软,结果到最后落了个如此田地。 我真的后悔极了,我早就该听他的话,和那些男性朋友距离远一些。 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吧。 但是,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。 我像个行尸走肉一样下了楼,打算回父母家。 但当我打开单元门的时候,却看到了一个不该在这里的人,张俊叶。 看着他手中拿着的花,我顿时张口结舌起来,不知该说些什么。 静静,我觉得今天给你的这些教训已经足够了。 本来我还有后面的准备,但是我实在不忍心看你这样痛苦下去。 咱们都有错,我希望你接过这束花,咱们重新开始好吗?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? 压抑了很久的泪水,此时已经瀑布一样流了下来。 我冲过去紧紧地抱住了他,不断地和他说着对不起。 张俊叶把花抛在了地上,然后也用双手紧紧地抱着我。 看来,我买到后悔药了,我心里想着。 但在我看不到的地方,满脸伤痕的陈子涛默默地看了我们一眼, 然后转身离开了。